Light 想跟上下一檔的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Wi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師鄭文貞 今天是12月21號星期四 昨天晚上的美股四大指數 道瓊是下跌了將近500點 台子期的夜盤是下跌了267點 你沒有聽錯下跌將近300點 昨天台子夜盤下跌了將近300點 今天早上起床我也嚇到 昨天美股開盤 台子夜盤不是漲得好好的 也不過就小跌個2、30點 怎麼過一個晚上跌了將近300點 而且最厲害的地方在於說 昨天幾乎沒有任何的利空 幾乎沒有任何利空的情況下 每股大跌 肺半也大跌 台子夜盤跌幅也不輕 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你去看喔 道瓊指數長這樣 有沒有 道瓊指數就是 原本是長得好好的 突然就是開 算是說有一點開高走低 直接出現賣壓 而且昨天是創歷史新高 昨天創歷史新高 接著就出現賣壓 NASDAQ也是 有沒有 開高之後 直接出現賣壓 S&P500 開高之後出現賣壓 肺半更不用講了 一樣是開平 直接走低 都是沙長黑K 那其實說 大家一定會看 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昨天美股跟台子夜盤會跌這麼重 我找了半天 還真的是沒有利空 還真的是沒有任何的利空 造成說這一次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簡單來講 昨天的美股 跟昨天的整個台子夜盤 唯一的利空 應該說 他唯一的賣壓 就來自於獲利了解的賣壓 所以其實說 昨天這樣的走法 在沒有任何大利空的情況之下 出現這麼擠的下殺 這就讓我確定了一件事 現在就是多頭 現在就是真正的多頭 我跟你講這樣子的走勢 只有在一個真正強勢正規的多頭裡面 才會出現 多頭嘛 還漲幾跌 你去看 每一次都是這樣 每一次多頭行情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半覺得有一點高 位置有一點高 或是說走到一個階段 他就會突發性的 他就會突發性的 給你殺一根長黑 那這一根長黑 你要去找理由 還真的找不到 你要去找原因 找不出原因 不用去硬找一些原因 很多人說什麼官員說什麼 甚至說台積電裡面的內部人員 內部高層有在異動 所以這也是原因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都不用找原因 昨天的美股根本就沒有什麼主要的利空 沒有主要的利空出現這樣子的長黑 就代表現在是一個真正的多頭行情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今天的台股跌幅可能也會滿重 但是我覺得說會開低走高 可能會先開低個150到200點左右 開低那一直到了五盤 大概是11點左右才會再走高 所以我跟大家說 你要以2024整個角度來看 以2024整個角度來看 今天會是非常好的買點 今天會是非常好的 很多人在等嘛 台股一直漲一直漲 高檔橫盤整理怎麼都不跌 今天就要跌了 所以還沒入手 想入手在場邊觀望的 今天是非常好的機會 我帶大家看一下 你去看 其實說這個也不是出現第一次了 你去看 其實說每一次都是這樣 道琼還好 道琼沒有到這麼的明顯 但是你去看 如果說以顆技股來講 這就很明顯 在一個多頭行情裡面 一定都會出現這樣的走法 漲一段稍微的橫盤整理 塞一根長黑 那因為說這次位階比較高 一樣塞一根長黑 就稍微長了一點點 那是大可 那是大可也是一樣 你去看 多頭的走法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橫盤整理 塞一根長黑 橫盤整理 塞一根長黑 橫盤整理 緩步上漲塞一根長黑 有沒有 一模一樣 都是這樣走 漲一段塞一根 漲一段塞一根 而且最有趣的地方 就在於說 這樣子的長黑 你找不到理由 你真的都找不到理由 那最特別的地方 你去看 每一次喔 這個長黑殺下來 隔天長紅 長黑殺下來 隔天長紅 長黑殺下來 隔天長紅 長黑殺下來 隔天長紅的機率也非常高 廢半也是一樣 一模一樣 有沒有 你去看 看那個走勢 緩步墊高之後 塞一根長黑 往上漲 稍微橫盤整理 這裡就是大家所講的嘛 盤久必跌的區域 盤久必跌 殺了一根長黑 隔一天 馬上大漲 這一次也是一樣 殺一根長黑 明天大漲的機率就很高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這樣子的情況 這就只有證明了一件事 不用擔心 我知道很多人說 早上一起來看到美股 跌成這樣完蛋了 行情要結束 要反轉了 昨天這樣子的跌法 就代表 這是真正的多頭 這更讓我確定 現在就是強勢的多頭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在 現在的多頭行情裡面 你要有中心思想 你一定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不是說指數橫盤整理 指數修正 指數出現下跌 行情就結束就要休息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說你要知道現在的行情 它會走到什麼時候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你去看 我們以加權指數來看 台股的加權指數 橫盤整理 那橫盤整理一段 就像我一直告訴大家 高檔橫盤整理 高檔出現賣壓都很正常 你去看台股也是一樣 緩步墊高 長黑 稍微橫盤整理 長黑隔天都是上漲 所以在一個多頭 出現突如其然的長黑K 非常正常 那你就只需要知道這一點 這四大利多 台股的十年大月 你一定要知道這四大利多 美國升息結束 一直到下一次降息 這一段行情 整個市場資金就會回歸到 基本面數字面上面 中國遭降頻 資金會回流到台股 總統大選產業谷底複數 所以我跟大家說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這個觀念 你說這一波的行情 到什麼時候會結束 看到什麼時候 很簡單 這個切割點就是 美國正式降息降下去 在美國正式降息降下去以前 不用去預設立場 拉回來我們就是找買點 拉回來我們就是找買點 所以今天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切入點 尤其是對於2024的個股來講 2024很多的好股票 新產業 新趨勢 今天會是很好的買點 就像我講的 你說你要買便宜買成本低 現在就要買 現在這個時間就要買 很多人說我要買成本低 我的空間要大 我要賺得多 但是我又想要等到技術面轉強 我才去追 怎麼可能 不可能 沒有這麼好的是 我要買得低 我又要快 一買就要漲 不可能吧 我跟你講 如果你買得低 一買就漲 這叫做炒作 這就叫小型股的炒作 所以在一個正常的模式裡面 你說空間要大成本要低 我們就是要提早買 就是現在 所以很多2024的新主流 現在就要買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2024 AIPC AIPC 這是一個大主流 這是一個新的主流 是吧 我們在11月就一直跟大家講 AIPC AIPC 既然是AIPC 我們要去買什麼 我們首先買的 叫做品牌廠 華碩 人保 宏基 是吧 尤其是華碩 我一直告訴大家 400元以下很便宜 400元以下很便宜 要買你就趁現在 要買就趁現在 一直到昨天還在創高 創25年來的新高 華碩創25年來的新高 是吧 宏基跟人保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 我就說把握機會 你還沒進場的 持股部位還不夠的 把握今天的機會 很多人在說 大盤怎麼還不拉回 怎麼還不修正 我想進場 拉回了 修正了 要進場就趁今天 那不知道怎麼買 不知道買什麼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私訊我們 右下角的QR Code 你就直接用手機的相機 掃描現在右下角的Light 可以直接加入 裡面要買什麼 今天拉回來要買什麼 我都會告訴大家 所以你看 2324的人保 有沒有 你去看 我一直跟大家說 只要深入了解產業 我們一定能夠走得 比別人更前面 這一句話不是開玩笑 2324的人保 你去看 在12月19號 12月19號 人保下跌 華碩大漲 紅機也大漲 但是我在12月19號 我就告訴大家 如果說你之前都沒有買 華碩人保 紅機通通都沒買到 你現在才要入手 你要怎麼買 你就去買人保 為什麼要去買人保 因為人保的數字 比紅機還要漂亮 人保以目前的在手訂單來看 2024預估是2.5到3 那紅機大概是2到2.5左右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比價的效應 紅機跟人保主要 它都是比較偏重在NB跟PC的品牌廠 NB跟PC的品牌廠 既然說他們數字不相上下 它沒理由股價會差這麼多 因為當時的人保跟紅機 紅機股價已經上市死了 人保的股價還在34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本益比只有13倍 要買就先買人保 講完隔一天 就講完隔一天 漲停辦 跳空大漲有沒有 跳空大漲37.4 通通都賺錢 是吧 講完隔一天 而且還收黑喔 當天還收黑 講完隔一天 跳空大漲鎖得死死的 37.4還爆量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產業跟數字 因為說我知道 這檔股票的價值 所以我知道 這個位置 它還可以去買37.4 昨天一根漲停辦 所以你說 前一天能不能買 這裡 這裡能不能買 上影線能不能買 通通都可以買 都是輕鬆大賺一根漲停辦 37.4 昨天爆出了28萬張的成交量 這就是影響力嘛 是吧 不講 它就沒有出量 也沒有跳空 一講就爆出28萬張的大量 這不就是影響力嗎 2324的人保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說以2024的整個全年度來看 不要跟我說短線 全年度來看 人保華碩跟紅金 它一定都還有空間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AIPC在明年是一個元年 既然是元年的話 這些股票本益比20倍 絕對是合理 既然20倍是合理的話 你去看看這些股票 本益比連15倍都不到 怎麼會沒有空間 所以這些長線一定都還有空間 只是說短線畢竟大漲 畢竟爆量了 就不用特別去追 沒有買到我就帶你去買新的 所以包含像是2353的紅機也是 有沒有 2353的紅機 這個位置告訴大家 往上拉 當時在本週一 本週一我就跟大家說 這還有空間 這個位置還有空間 所以可以下去做留意 往上拉 本週二40.95再往上拉 我也是跟大家講 如果要去比位階 華碩跟人保的位階 一定比紅機低 但是如果說紅機跟本身去比的話 紅機它也還有空間 本益比就18倍 那如果說以品牌上來講 不到20倍 其實都還不貴 昨天有沒有 12月20號星期三 再噴一根漲停板 沒有鎖起來 但是也是非常強勢 44.75 通通都賺錢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很多2024的股票 現在就要買 你要買便宜就是趁現在 了解產業你就會知道 接下來要買什麼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你去看很多人在說 我要去買AIPC AIPC什麼叫做AIPC 我跟你講沒有AIPC這個族群 你在近期你會很常聽到AIPC AIMB 但是沒有一個族群叫做AIPC 其實所謂的AIPC 說穿了它就是 曾經的PCMB跟手機概念股而已 就是加一個AI的應用 所以我在11月才跟大家講 我要推出 重返榮耀系列的股票 會推出重返榮耀系列的股票 就是因為說 很多曾經的大表股 在2024都會大爆發 所以你去看這些股票 要買就是趁現在 今天啦 因為說等一下台股開盤 預計一定是先開低 先開低可能說 五盤會開始慢慢的 有一些低階排盤進場 所以很多好股票 今天就是最好的佈局時間點 不知道買什麼 不知道怎麼買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先私訊我們的Lite 小老鼠 WE178 WE178 我們先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現在的台子期貨 跌了220點 你沒有聽錯就是220點 所以這就是多頭 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多頭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今天早上起床 美股跌成這樣 台子夜盤跌成這樣 你卻找不到半點利空 不要去印扯一些利空 一個主要的利空 你真的找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多頭 就像我講的 出現這個情況 讓我更加確定 現在就是強勢多頭 只有多頭行情 才會還漲幾跌 才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殺一根長黑 你要找利空 還找不到利空 這就是活力賣壓 所以我覺得 2024的一些趨勢股 好股票 就是趁現在去買 真的要買就是趁現在 因為你現在不買 到2024漲上去 你還是得買 你還是得追 為什麼不要趁便宜去買 是吧 華碩紅機人保不是也一樣嗎 我一直跟大家說 這些股票在明年就是元年 它就是元年 既然是元年 為什麼不要趁便宜進場去買 是吧 所以你看 我在這樣帶大家看 2353的紅機 有沒有 一路往上漲 2357的華碩 華碩也是啊 華碩就是我們 告訴大家最久的吧 400塊錢已經要趕快買 400塊錢已經要趕快買 400塊錢已經要這麼好買 偏偏要等到拉長紅 所以這就是我所講的 你早晚都會買 那為什麼不要趁便宜價格 進場去買 2024預估賺30到32 30到32 本益比不到13倍 本益比不到13倍 早晚都會漲 434 昨天在創高 前天在創高 昨天繼續大漲 有沒有 460.5 一路往上漲 400塊錢以下買進 通通都賺錢 通通都大賺 我帶會員最低是買在360左右 360一直到昨天 大賺了將近30% 一檔華碩大賺將近30% 這就是我了解個股的價值 所以 這些股票就是 第一次他一定是上品牌場 整個AIPC開始在發酵 就跟我們在11月份預告的一樣 大家一定要知道 AIPC不是一個族群 你去看 一大堆人在跟你講AIPC 什麼叫做AIPC AIPC說穿了就叫做MB跟PC AI就只是套用上去的一個新應用而已 沒有一個族群叫做AIPC 所以其實說 這個東西你的選股方向 就是朝向你曾經很熟悉的 PCMB跟手機概念股 這些他就會慢慢延伸下去 所以你看 第一棒就像我們講的 他會先掌品牌場 華碩 宏晶跟仁寶 目前位階比較低的 其實就是微星 微星也是品牌場 微星目前的位階相對是比較低 因為如果說以他的本益比來看 大概是2到13倍左右而已 12到13倍左右 就大概像是 奇帳前的華碩 奇帳前的宏肌 奇帳前的人寶 是一樣的 所以微星就可以去做留意 那其實說 好像品牌場漲完之後 接下來以這個產業的輪動 他就會漲到零組件 零組件包含像是一些觸控面板 包含像是一些其他的組裝跟代工 周邊的商品 連接線 這些他都會漲 所以我們昨天 也剛剛好推出了 我們在今年 今年年底 最後一檔的回饋活動 回饋的活動 年終最大的回饋 就是回饋給大家 2023最後一檔 55活動 詳細內容 大家自己打電話進來詢問 這是我們所有的專案裡面 最受歡迎 大家熱門度最高的一項活動 詳細內容大家就自己打電話進來問 主要就是回饋給大家 就是 也是感謝大家在2023年來的支持 還有信任 做股票一定要信任 畢竟說漲漲跌跌嘛 你如果說 沒有一定的信任基礎 你絕對沒有辦法賺到 比較大的波段 所以也是感謝大家的信任 所以特別在今年的年底 推出最大的回饋專案 主要就是要帶大家在2024年 一起來大專 2024一起來大專 就像我講的我的理念很簡單 有錢大家一起賺嗎 是不是 我有這一份專業知識 有錢大家就一起賺 同樣一份專業知識 我帶越多人賺 這不是越有效益嗎 是吧 而且你去看 我帶大家買的都是 有頭有臉有價有量的大股票 人寶 華碩 宏基 瑞育 整個網同族群 致意中壘 企機正文 哪一檔不是大股票 這種大股票你想買多少就買多少 所以我就講了 這種大型股為納量都夠大 有錢大家一起賺 我有這份專業知識 我就帶更多人一起來賺 所以把握機會 年終的大回饋 詳細內容 大家自己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Lite 好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 今天的個股 其實今天滿多個股 都值得去做低接 就是說只要說明年展望好 數字強 本益比未接低 今天都可以去做低接 當然說品牌上漲完 帶大家看一下微星 以微星來講 就像我講的 現在是大多頭 大多頭日線 它會稍微的失真 所以我很不建議去看日線 因為日線這個東西就是 裡面有當沖客 隔日沖 它會讓你整個判斷 非常失真 所以在這個時間 我非常不建議 用日線去看趨勢 日線頂多就是去挑買點就好 周線去看趨勢 有沒有 周線就漂亮了 這個周線它就剛剛好站上了 月均線之上 所以它的空間就還很大 那你再去切到月線來看 這就是一個小技巧 你用月 周 日的K線 去判斷它短中長的一個趨勢 有沒有 月線更漂亮了 KD指標即將向上 以K棒來講 剛剛站上月均線 這種一旦起漲就會非常強 延續性很強 那再來 我再大家看幾檔 包含像是2458的翼龍 翼龍持續去做留意 你去看翼龍的月線 多漂亮 持續守穩在月均線之上 緩步墊高 緩步墊高 還有我一直強調的 4938的合索 合索也是一樣 不要忘記合索明年要賺7到8 賺7到8 股價連90塊都不到 而且你去看 這是月線喔 月線的格局 月KD線的格局 KD指標剛剛轉強 就代表說大波段 這個位置會是一個起漲點 所以把握機會 很多的股票在今天 都會出現很好的買點 所以就把握我們這一次 年終的大回饋 我直接帶你來買進2024新主流大標股 直接來電或視訊我們的Lighter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 明天 明天